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这么多年来我爱的人根本就不是你 你快醒醒吧 你就是个替代品 我是来自首的 爸 一切都结束 从今天以后啊 安宇就是依依的合法监护人 依依 阿姨 她是黑义骑士 她根本不是什么黑义骑士 带小孩是不是很难 应该是吧 还好有志二汗 依依 怎么了 你回家了还不开心吗 我还以为你带我去见妈妈呢 妈妈 我要想你啊 妈妈 邵总 在书店这么文艺的地方 我真的帮你大一口袋去不带来 好像不太好 我的大一口袋 去海南啊 在书店这么文艺的地方 我要亲你一下 会不会不太好 我刚才得到的消息 林展宏联系了其他几个大股东 准备卖掉助理 所以我们要参与的新项目 守护卓越的项目组 正是沉溺 加油 加油 想给林展宏施加压力 我觉得有一个途径可以利用 舆论 如果能够争取到其他股东的支持 或许这个情况就有可能翻转 我觉得也得给林展宏一些群众压力 卓越上千的员工 肯定都担心改线更棒 咱们今天呢 采取董事会举手表决的办法 等一下 卓越的员工代表 还有合作方代表 有些话想对大家说 就会给大家看 尝试 嗯 咱们 咱们